习近平在重要讲话中 系统总结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历史性成就和宝贵经验 深刻阐述新征程对外工作面临的国际环境和肩负的历史使命 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对外工作做了全面部署 李强在主持会议时强调 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 做好新征程上的对外工作 并就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提出要求 会议认为 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征程中 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 一是创立和发展了习近平外交思想 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 为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根本遵循 二是彰显了我国外交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 树立了自信自立 胸怀天下 开放包容的大国形象 三是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指明了人类社会共同发展 长治久安 文明互建的正确方向 四是坚持援手外交战略引领 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发挥重要和建设性作用 五是全面运筹同各方关系 推动构建和平共处 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 六是拓展全方位战略布局 形成了范围广 质量高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 七是推动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 搭建了世界上范围最广 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 八是统筹发展和安全 以坚定意志和顽强斗争 有效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 九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引领国际体系和秩序变革方向 十是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巩固了对外工作大协同格局 会议强调 新时代十年 我们在对外工作中经历了不少大风大浪 战胜了各种困难挑战 开创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我国外交的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 我国已成为更具国际影响力 创新引领力 道义感召力的负责任大国 会议指出 在新时代外交工作实践中 我们积累了一系列宝贵经验 必须做到坚持原则 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和世界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上 要旗帜鲜明 站稳立场 牢牢把握国际道义制高点 团结争取世界大多数 必须体现大国担当 坚持弘扬 独立自主 坚持引领和平发展 坚持促进世界稳定和繁荣 必须树立系统观念 以正确的历史观 大局观 把握大势 统筹坚固 掌握主动 必须坚持守正创新 坚守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和根本方向 同时开拓进取 推动理论和实践创新 必须发扬斗争精神 坚决反对一切强权政治和霸凌行径 有利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 必须发挥制度优势 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 各地区各部门协同配合 形成强大合力 会议指出 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 世界之变 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 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但人类发展进步的大方向不会改变 世界历史曲折前进的大逻辑不会改变 国际社会命运与共的大趋势不会改变 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历史自信 会议认为 展望未来 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 新征程上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将进入一个可以更有作为的新阶段 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 稳中求进 守正创新 坚定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开辟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新境界 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 把我国国际影响力 感召力 塑造力 提升到新高度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 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 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 会议指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 是我们不断深化 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 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怎样建设这个世界 给出的中国方案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 秩序观 价值观 顺应了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 指明了世界文明进步的方向 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追求的崇高目标 新时代以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中国倡议扩大为国际共识 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 从理念主张发展为科学体系 成为引领时代前进的光辉旗帜 概括地讲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以建设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为努力目标 以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为实现路径 以建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普遍遵循 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基本支撑 以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为战略引领 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 推动各国携手应对挑战 实现共同繁荣 推动世界走向和平 安全 繁荣 进步的光明前景 会议指出 针对当今世界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重大挑战 我们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就是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切实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要确保多极化进程总体稳定和具有建设性 就必须共同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共同坚持普遍认同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进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就是顺应各国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要求 解决好资源全球配置造成的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失衡问题 要坚决反对逆全球化 犯安全化 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 坚定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便利化 破解阻碍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结构性难题 推动经济全球化 朝着更加开放 包容 普惠 均衡的方向发展 会议要求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对外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 对标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任务 坚持自信自立 开放包容 公道正义 合作共赢的方针原则 围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条主线 与时俱进 加强战略部署 深化完善外交布局 突出问题导向 运用系统思维 更加立体综合的明确外交战略任务 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历史担当 更加富有活力的创造精神 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会议指出 外交守正创新 是新征程上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的必然要求 是更好支撑中国是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要加强思想理论武装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推动外交队伍建设 不断增强对外工作的科学性 预见性 主动性 创造性 会议强调 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外交大权在党中央 自觉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进一步强化党领导对外工作的体制机制 各地区各部门要胸怀大局 协同配合 不折不扣 贯彻落实党中央对外工作决策部署 王毅做总结讲话 中央宣传部 中央对外联络部 商务部 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 云南省负责同志 及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代表 做交流发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 国务委员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 出席会议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委员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 有关人民团体 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 部分中管金融机构主要负责同志 驻外大使 大使贤总领事 驻国际组织代表等参加会议 有关ור